在桃园有一位老先生骑机车带着小女孩 没想到这个女孩竟然跟老翁是背对背坐着 头上也没有戴安全帽 让人看了是捏把冷汗 无独有偶有一名值勤的远警 边骑车边玩手机还玩得挺起劲的 无视于他人的存在 别以为没有人发现 因为这些离谱的行径 统统都给拍了下来了 在这条宽敞的大马路上 突然有一台机车从画面的右方往前骑 仔细一看一个年约六七十岁的老翁 后面在的一个小女孩 竟然和他背对背坐着 他们还沿路一直骑一直骑 更夸张的是 这名小女孩居然没有戴安全帽 这么危险的行径 全都被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 离谱的是还不止这一桩 应该已身作折的人民保姆 没想到也这么不守法 边骑车还边玩手机 这个行为真是不可取 呼吁大家这样的一个乘坐的行为 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对小孩子来讲是非常的危险 依法反向乘坐将可开罚三百元 但是像这样的危险驾驶层出不穷 特别以为侥幸没事就不以为意 等到真的发生事故可是后悔也来不及